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家那时候我妈妈身体也不好 那嫁来这个家庭 那这个家庭好像都喜欢赌博 然后我妈就要 你们家的人有那个会赌博的 看不出来 我爸爸的那个家族 可是我妈妈也要负责六七个人的衣服 饭 七个我要做事就对了 而且她一直流产 然后结婚六年都还不会没有生宝宝 那是后来才生我 对 所以你是长女 对 我是长女 总共你们几个兄弟姐妹 我妈妈养了两个 自己生三个 养的是什么意思 去搬的吗 她说搬一个来就生一个嘛 所以先搬两个之后再生你一个 搬一个女儿是我 生你 搬一个女儿又生你弟弟 那这么准 那时候我是国中的时候 我在那个刚刚一乐园饭店 外面卖檳榔 你卖檳榔 对 有第一袋檳榔西式 但是我们不用穿那种 很辣的 不用 我们就穿一般 你有穿那种透明吗 没有 我们家能有个桌子放在那边卖檳榔 以前的檳榔也不一样 以前是九月了 有了 以前都是阿婆 这样买得多了 为什么是你小朋友去买的呢 因为我跟我姐姐在那边卖嘛 那父母刚好事业不好之后 他们就在家里够纤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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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 顾摊子 后来就变成去卖菊花茶 红豆汤 绿豆汤 你会去买这个 对 跑警察 因为那是流动犯犯 真的当时在那边去 对 我姐姐去卖嘛 因为我姐到国中她想说 她不要念书 让我念 对 那她就去雇那个摊子 就是想说妈妈很可怜 我们要赶快长大 辛苦了 赶快分担 对 既然如此怎么会跑到演艺圈呢 演艺圈是因为老师 因为老师介绍一个叫王光达老师 他写了一首歌给昨日梦宜远 那时候是电视剧 周游的电视剧 昨日梦宜远 好像李安安演的 然后他片头片尾找我唱 他说看看可不可以帮助我 然后你就开始唱 对 就马上变换唱片了 换唱片了 可是他说唱片也是被吃掉 所以我们也没钱 什么叫做被吃掉 不知道 因为老师拿去给人家发行 官方说法 对 发行完了也没有 对 后来他才把我介绍 给这家唱片公司 那时候叫做蓝白 是吗 没有 那时候签是签台星 那他们有两家 对 台星跟蓝白 你是头一张手蜜就紅了吗 对 不小心会 什么心里头那首歌手 会 会啊 会 那时候一张牵到抓不到 说军中情人嘛 军中情人表示有常常去逃军 是吗 常常去逃军 然后都会 就三台嘛 那时候三台 他们都会去不同地方练军 那我就尽量今年是这一台 第二年就另外一台这样子 对 这样练不完 对 全省这么多地方会去练到 不要笑到练得来啦 他们是拿我们的人头去报账 报薪资 那你超过三四百万 是不是就要变成那个 税金加倍 因为我以前 他有没有给你三四百万吗 没有 没有 你那时候贯一张 他给你多少钱 只有三万多块钱 第一张三万多 对 而且一定要是 卖了四万张之后才可以 一张可能两块或三块 可是他说你永远卖不到那里 那你就永远拿不到 你说卖到几万张的时候 四万 四万张 就是他两套帐嘛 一套帐是给你看的 是 四字嘛 一套帐是 桌面跟桌子 是下的 人家现在孙燕资章会购 贯一张唱片是那里 就几千万的 对啊 你那时候贯到那个 我现在看到 想你想到什么梦里头 你那时候已经那条最清 那条拿多少钱 也都没有 也是三万 对 因为每个就是员工 那时候怨苍天变得新 他们每个人都拿一万块的 那个红包 然后我听到一万块的红包 那表示卖得很好 我去问公司 公司说没有那只是给他们鼓励 那为什么会不会变返欠 我们领钱赚嘛 对 但是变成说 他从公司所有的收益 他自己贪到几千百万的 都记得你 就跟他上 做人头 对 我们就变人头 所以变成要去付那个税金一百万 你去申诉 这个比较是钱 你会知道 很懵懂无子 其实是我们的那个生活是完全被保护的 我们不可以去譬如说认识人 所以我上很多通告 他们说你有没有认识的演艺权朋友 我说完全没有 因为我们一定上通告一定要带书去看 我们也是这样 然后都不能再进一步的聊天 去聊完互留店 不然回来就会被报告 他怕别人给你教 对 怕别人给你教 对 所以我们的生活都是在那个框框里面 所以你才也不知道说 我的手品三万块 不是三万块 所以那时候黄安才说 你到我们公司来嘛 我们公司很疼艺人 对 你怎么不走 你怎么没有跳槽 后来离开是因为开刀要休息 才是真的离开 因为那时候他要我去 他说他在大陆有演唱会 都已经签约了 所以我才开刀的第二天 他就逼我早上起来要看报纸 还把我父母赶走 看报纸 看什么报纸 所以要学 学东西 他说因为我们是高中生 知识不够 后来我母亲说 我要我女儿身体健康 我们不要跟你有 不要想着干净 不要想着干净 但是你的付罪 整个包含就有空了 那个部分 至少也可以找律师 我找的律师 跟对方的律师通 对 然后我说我的 再找另外别的律师 我说我的那个身份证 因为那时候我是问了别的律师 他才说那是有问题的 他说身份证在对方那边 应该是不能超过24小时 不然他给你乱用的话 你可以告他 可是当时他跟我们讲是说 那我们就重新再办一张 那重新办一张 伪造文书 他等于设计我 变成伪造文书 为了要偿还庞大的债务 方继伟竟然曾经和高利贷借钱来度日 你是方继伟 那你用那个信用卡 其实就可以 不然我们变卡债主 对 卡债主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那个卡债太贵了 所以我就到那个银行去 那银行就跟总经理讲 那愿意给我贷款吗 可是当时他跟我们讲是说 那我们就重新再办一张嘛 那重新办一张等于是伪造文书 他等于设计我变成伪造文书 那我发现不对 我就说那全部都算了 后来发现求助我们 因为我们家太简单了 因为你是方继伟嘛 那你用那个信用卡 其实就可以 不然就变卡债主 对 卡债主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那个卡债太贵了 所以我就到那个银行去 那银行就跟总经理讲 那愿意给我贷款嘛 可是我想说第二年再借出来 因为还没有赚到那个钱 可是里面的工作人 就开始会凶你了 后来就觉得好伤心以后 如果赚钱 千万不要借钱 对 那时候验出来是绿泡癌 绿泡癌 对 那虽然那时候有一些误会 大家都叫 很多歌迷 为了你这样抠到叫 是你要死去 那时候是因为 医生验出来之后 他说这样不行喔 你吃药 吃一段时间都没好 所以一定要去做穿刺 他就做了两次穿刺 到领口长根 他验出来之后 他发现 这细胞好像有点病变 所以他说是绿泡癌 要赶快动手术 可是那时候公司 帮我安排到美国 去宣伪僑胞 我又没有 没有时间 等于没有去开刀 但是身体比较重要 你应该跟公司说 等我开好才去美国 可是那时候我想说 先答应美国嘛 然后你去了之后 我就开始在思考 我应该怎么样去 面对父母讲这一段话 对 后来发现 我妈又高血压 万一讲了 她整个高血压犯了 那不行 等美国回来之后 医生说 确定是绿泡癌 不开不行 然后她说 她不会把这个病情讲出去 那我跟公司请假嘛 所以我就说 晚上十二点 就要进医院了 不可以吃东西 我隔天早上五点要开刀 可是公司就突然间说 那你下午可不可以来上个节目 好 上完你再进去 我想说 上节目没关系嘛 就进去 谁知道整个下午都在录 那一堆人进来哭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因为我并没有跟他们讲 我得了什么病 所以公司先把这个消息放出去 对 公司想利用你这个 对 本来是八点要开刀 后来医生说 记者都在外面 所以我们提早 我就变成五六点的时候 就开始打抗生素 推进去开刀 然后开了好几个小时 因为要我弟弟来签名 因为家属要签名 要家属 对 那我弟刚好在当海军陆战队 然后他说梦到我开刀 所以他就请假回来 然后我就说 是要开刀 没错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进去 跟医生讲 那医生把他带进去 那我弟弟去签名 问你妈怎么不去签名 我没有跟他讲 没讲 不敢 我就是敢 夭壞我 这要紧的问题 你不跟妈说 你妈都没看破床 你破床寻得太大 没有 他是隔天爬山的时候 开完了 他的那个好像朋友 跟他讲说 你女儿去开刀 他说怎么可能 那时候他吓到 找不到台大医院在哪里 然后进来的时候 医生说 因为我第一次 我开完刀 刚好推出来 我第一次拍我 我都没醒 医生说 这次下的那个 麻醉很重的 这是全身麻醉是吧 一定 对 对 那就会分 这我这里掛开 又不觉得麻醉 对 她说 叫不行不行 一定要赶快叫醒 对 结果妈妈冲进来 只叫我医生 阿花 我就醒了 你知道吗 对 你只要回医生就可以了 他处理会让你休息 知道你这开机 不会说话的 对 不会说话 然后后来我是觉得 对父母很不好意思 所以让他们吓到 可是我爸进来 还会跟我笑 因为他也是乐天派 他假装说 你想吃什么 我回去煮 我妈就在那边上双簧说 结婚这么久 你都没煮给我吃 可是我爸妈出去外面 是一直哭一直哭 可是进来都笑笑 进来当老来子 对 好可爱 让你轻松 让你轻松 就很伤心 就觉得 没有抱父母很不幸 所以那时候 美副跟妈妈说的 失礼了 对不起 不跟她报告的 今天让你補给妈妈说 来用一号机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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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家都很坚强 没有 应该 只要让妈妈看到 你内心真的 那一部分 最真心的 最内心真确 好 爸爸妈妈我爱你 然后希望你们身体健康 虽然我比较多 但是没有跟你们讲 是很不对的 可是那时候年纪小 只想说让你身体健康 不要担心就好 然后可是你从年纪 哭到现在 不要再担心了 不然我受不了 他们都很担心你 是吗 他们担心你什么 你这么好 他煩惱什么 煩惱你不嫌 什么都有 煩惱你不嫌 对 因为这位姐姐 到现在其实 她很坚强 她非常非常的 孝顺她的父母 然后每次她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我很不孝 其实她后来有想说 其实不结婚也好 因为她 看到太多不好 对 而且她又在万华 她又吃苦吃这么多 然后流产也留八个 然后都没人顾她 她一直雪崩 好可怜 不然你又在万华 看到太多男人的各种嘴脸 对 所以你看了也会害怕 所以我就会想说 女孩子要好好照顾自己 男人也有好的 其实很多男生追过她 然后 然后她妈妈也有帮她 安排过不错的男生认识 然后就会说 那个不错 那帮卫明真好 你为什么不跟她交往一下 然后这位姐姐她都有理由 然后每次她讲完不用多久 你看 包卫明带一个女生 在外面被人家拍到 每次她不要的男人 你害人家 你没有给人家机会 害人家就跑出去 又交一个了 她都会解释 你看还好我没有跟她 要不然这时候吃亏的是我 她有追我吗 有 献殷勤啦 也不能说追 因为那时候男未婚女未嫁 你如果不爱人家 你会献殷勤吗 你当然是有爱人 这就是被我们同去的 许乃琳 罗吉正 魏子云 那时候我们同时到日本去 去参加一个节目 而且是都要是体育型的 像我们这集 那因为我妈妈在那边 我离开 我听罗吉正跟我讲说 这个王瑞跟他们出去购物 一直在跟着方继维后面 帮她拿东西 还帮她撑伞 不是下雨吗 反正就是随时都围在她身边 那我相信有 现殷勤现到不行 她是喜欢她才会做 那方继维从头到尾也搞不清楚 后来报纸写出来对不对 然后公司还骂我说 你被人家写成这样 你唱片不卖你要负责 我吓死了 真的喔 对我吓死了 公司这样子警告你 今天好像比较限制 对不对 都不准 偶像 对 我一个王世贤 王世贤 对因为我们以前球队 然后她跟我们球队的女生交往 不是跟你喔 不是啦 不是我啦 因为我们打曲棍球 她每次在旁边在帮忙推的 上座堆 又一个洋帆 洋帆为了你拔旁 说吃素 發怨吃一口 那就是对你有意思 对 是喔 凡哥是这样子的 你都知道的 后来她结婚的时候 我还来参加 我说她终于结婚了 终于结婚了 说谢谢你来 结果后来有一次上节目的时候 她还问我 我到底有没有喜欢她 喜欢专言佛法的方继为 既然还会通灵跟鸟说话 出外景在外面 我们在澳洲 看到海鸥她也可以沟通 看到鹰鸥她也可以沟通 然后看到孔雀她也能沟通 真的 她会她们的语言 来 然后还会回应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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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她那时候 后来她结婚的时候 我还来参加 我说她终于结婚了 终于结婚 所以谢谢你来 结果后来有一次上节目的时候 她还问我 我到底有没有喜欢她 我说没有啊 因为我们从来没交往过 那她是真的有喜欢你 我不晓得她也没 可是一般男孩子都会 好像谁都会看得出 她对她有益 可是她自己 她是搞不清楚的 可是问题是那个 杨帆常常跟我讲 你 人家那个女生都很有女人味 你一看就是穿四脚裤的 我就说 好 如果不是因为你这么乖的味 你走就走不出人的摸手 不是啊 不是 小亮哥 好多话又有什么 蓬佳佳 赫一航 是你讲出来的 又不是柳夏慧 对不对 小亮哥跟我讲说 要小心那个 那个谁 谁 谁 没关系 他说要小心蓬佳佳 他爱你这个 漂亮 他说要小心李敏兰 小心谁谁谁 可是后来我遇到李茂山的时候 李茂山说要小心小亮哥 好可惜 这些人吧 我跟你讲 你不能说你讲得不准 你们 如果别人我不知道 他是我学长 如果是你的话 你绝对放心 小亮哥不会对你怎样 他要把你摸掉 你还用疼 不要啦 他拿流水 他要把你摸掉 肯定不会 肯定不会 我了解 因为师父跟我讲说 你学习佛法 让身体可以健康 但是你要发愿建佛塔 然后因为他讲的那个塔的经书 我非常感动 所以我说我发愿要建这个佛塔 然后刘向华老师是知道我没有钱 他才说那他有一家店 可以让我去经营 他说你都不用出钱 你出你的人面这样去就对了 然后刚开始我同学 我跟我同学合作 因为我同学有钱 他就先付钱 然后刘老师等于是两条 卖一条再给一条钱 所以我就跟我同学一起做 那我同学也很好 有贪到钱吗 有赚到钱 那因为我也是捐出去给师父 因为我两个师父都很好 一个他都在帮助那个单亲家庭 所以你们现在都开始 你知道的 这个效果就开始都出来演戏 因为跟他这一出戏合作 我发现他真的是博学多才 然后呢 你有沒有发现他在说话 慢条思理 然后讲出来真的是 会让你觉得他好像 你好多学 一见如故 我不听人家说他博学多才 真的 来 跟你说我听 是为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我们都是 在大爱这一出戏里面跟他结缘 可是真的 我们一合作以后 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女孩子 真的像一见如故 对啊 好相处跟博学多才是两回事 有 这重点就是因为每一次 如果说当我心中有什么疑问 或不快乐的事情 那我只是稍微一句话 他马上就可以知道说 你可能 对 他很厉害 还可以再跟你开始 不是啊 就是说看状况 因为有些人 他对别人的事情都OK 可是对自己的事情 他会一直绕在里面 那我就希望说他不要执着 因为很多事情 他都会过去的 快乐也会过去 痛苦也会过去 为什么一定要停留在那里 因为什么东西 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那我就叫他先放下 那放下先解决再说 光继续他是很像张老师 对 像我在跟他合作戏 我是演他先生 然后因为我演他的是 一个很厉害的 又吃饭喝酒的 拔车的 然后两三个小老婆的 那演完那种戏的张力 回到真实的生活 其实是很累的 我常常就说好累 那种情绪很难转控 就放下结果他就会开始 他说包大哥 你应该怎么样 你要深呼吸 而且那时候我会戒烟 戒烟都会有躁育 那我就说我又发胖 又没事就吃 一呆又呆半年 他说你不要吃白米饭 怎么样减肥 然后每天他要上早课 还有晚课 还有晚课 然后没事的介绍 我去吃土豆鱼羹 真的 真的 这样吵很多 早课晚课 我就是要叫你去吃素食 早课晚课 早上吃土豆鱼羹 有点 对啊 为什么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他只要碰到好吃的 好玩的 有趣的 他就会赶快介绍给朋友 他是这样的心情 我也是希望说 他可以情绪稳定 那通常情绪不稳定 就是身体太酸 那你就不要吃猪肉牛肉 这些东西 可能换鱼 慢慢换 对 但是鱼 鱼吃到鱼 就换吃菜 对 所以刚才小葵讲说 为什么他博学多稳 对 就是因为他什么都懂 他对身体的保留 所以他用这样方法 因为我们不知道 你就要吃素食 你就会比较多吃 他就用这个方法 他刚刚在解释这一段 为什么要让他去吃土豆鱼羹的眼神 就开始传道受业解惑 引经据典 根据什么什么第几章节 师父上人曾经说过什么什么 他都可以侃侃而谈 我一直觉得他好像菩萨来转世 真的 真的 我每次都这样跟他说 我要扶起来 扶起来 我现在这样感觉 不怪 不怪说一下 这么优秀的人 是怎么没嫁人 有可能他命中定代 命中主定 可是冰冰姐 这位姐姐没有结婚 对不对 我们两个在澳洲拍戏的时候 睡同一个房间 有时候我们会聊天 聊到夫妻知道 他一样可以传道受业解惑 我就说奇怪 但你也没嫁人 是怎么知道 他也懂这一些 他就告诉你 因为我有养鸟 什么养鸟的那个 体会 我先讲养鸟 养鸟是从这部戏开始 因为大家有时拍戏回去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 算是蛮乡下 那大家是一解这个相识之情 跟家人相识 就开始从我们的导演 就开始养鸟 他养了小鹦鹉 小鹦鹉 小鹦鹉会说话 很小的鹦鹉是不会说话 可是我养的鹦鹉会说话 他养的会讲话 真的啊 因为每天放佛经给阿鸟 所以你养的鹦鹉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叫自己的名字 真的啊 我帮他们取的名字叫 碑马是莲花的意思 德尔杰是金刚的意思 是印度文吗 藏文 藏文 他们自己会叫自己的名字 你怎么都知道这些藏文 就是有时候 他有距离西藏嘛 对 然后遇到一些仁波切 然后我都会问他们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他们会教我 那我学这方面比较快 就记得 记得很快 他也可以沟通 看到鹦鹉他也可以沟通 然后看到孔雀他也能沟通 真的啊 他会他们的语言 来 然后还会回应 不是啊 你怎么会沟通 其实他那时候毛都还没长出来 可是我每天说 背马乖 妈妈小小 因为我要学台语 因为那一出戏 跟包大哥都要讲台语 然后从头到尾就是要喂孩子嘛 他说你没有生宝宝 你怎么会去跟孩子有个互动 那我就喂鸟 就当作他是我的孩子 我就背马乖 妈妈小小 妈妈现在要黏筋 你放在这里睡 我就这样放着 他就睡觉 我做完功课 我就把它放着 然后我一拉银一拉开 他就知道我要出去 他就飞到链子的地方 然后我就带出去拍戏这样 外表看似柔弱 方济为其实有颗比谁 都要坚强的心 走过了病痛的折磨 他得到了生命价值的所在 当方济为面对父母时 只想对他们说一句 爸妈 我爱你